透由精釋 透由前世 大量的透由前世的这样子的修持 而在今生 心 心生起的 这个修持是什么 不是代表说我特别去修行 而是篡洗的 我们常常讲篡洗的力量 因为所谓的修 我们一般在最修的定义就是说 它不断不断的篡洗 不断不断的篡洗 所以这个是说 它这个所谓修持的力量是说什么 是透由前世的大量的修持 串洗 在今生的某一些的因缘 而触发死发触发它 今生生起的 就 还是在最后再跟大家讲故事好了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讲说 一般我们不是说 有无浊菩萨 第一次见到弥勒菩萨的 这个因来讲的 就一样这样的 它不是说 因为 无浊菩萨是去深深闭关 十二年之后 才见到弥勒菩萨 在十二年当中 常常 不能说常常 可是常常退心 无浊菩萨本来要放弃了 可是是 有某一些因缘使它来讲的话 它在十二年当中 它是觉得说 我这么苦这么苦去 去观修 说是弥勒菩萨 可是一点迹象都没有 所以每三年它就等于说 它想放弃 想放弃的说 它就要离开山洞了 在这个前三年的时候呢 修持一点迹象都没有 什么也没看到 看出来之后呢 它说什么 它看到一个 不是有个老太婆在这边说 在磨绣花针 它是什么 它就看到是 拿一个非常非常粗的铁棍 在这边 池头上一直戳戳戳 它旁边已经堆满 堆积如山的绣花针 它说 老太婆 你在抹这个粗的棍子 要是什么的话 它说我要把这个粗的棍子 要抹成绣花针 它说那你把这个粗棍子 抹成绣花针 要多久的时间 那老太婆就跟它说 那你看 不要说多久 我已经抹成这么 这么堆积如山的绣花针 一一一一是这样子 它无浙菩萨就想说 那人家在世间上 可以这样子的恒星 都磨出 用粗棍磨成 粗铁棍磨成绣花针 那更何况是我 我应该 我应该要回去再修池 不能这样轻易而放弃 它再去修三年 又修了三年 又没任何迹象 又觉得那要放弃 又下山了 那下山的时候 是看到说什么 是有滴水 一个滴水滴水 滴在那个盐池上面 都已经滴成像一个骨 像深渊的一样了 他就在那边看很久 想说 那要这种滴水成深渊的 要花多久的时间 这样一滴 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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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变成一个深渊的话 要可以累积成水 那也是要 非常长的时间 来这样子 那都有这样子的 这样 时间上都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还要再回去 再修了 那进去再修了三年 又没有任何的迹象 又下山了 又下山的时候 这个看到是说什么 他看到说 一个小鸟为了要 在岩壁上面 去使一个洞穴 他们可以去住宿 他在抚养下一代的时候 他是用他的嘴巴 或者鼻 每次去撞 撞那个 很硬的岩尺 这样撞出来的 他可以撞出一个洞穴的时候 然后呢 为了住宿 那个鸟内都是用这样嘴巴去撞岩尺的 那我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去放弃 又回去三年了 那又回去三年的时候 又还是没有任何迹象 就等于是十二年了这样子 要下山的时候呢 他下山的时候 最后看到说什么 已经到了城市 或者已经看到就是一个老的母狗 和他这生生都已经是长满了 就是像我们 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哈巴狗啦 所谓的哈巴狗 他有窗啊 他在窗里面都已经生满了蛆 那种白色的蛆在那边 他也没办法用手去拿掉 因为用手拿掉那个蛆就死掉啊 那唯一是 可是又 那哈巴狗是那种 因为他身体都已经腐烂了 又有臭味的出现 那 你看都觉得很恶心啊 没办法碰了 他也没办法说呢 他说什么呢 他就闭着眼睛去用 那我就用舌头 帮他把那个 把那个蛆舔掉嘛 因为他在我这个软的 这个身上可以舔掉的时候呢 他也 可是 无浊菩萨应该也有一点 一点害怕吧 或者觉得 那我不忍那个恶臭啊 就是用闭着眼睛去舔 怎么舔的时候 是没有 没有舔到那种腐烂的那个味道 他一看眼睛 弥勒菩萨就站在 站在他的面前了 他站在面前 他就 第一个是说什么 就是 在经书上就是 就跟他抱怨 他抱怨说什么 就是说 我辛苦了十二年 你怎么一点迹象都不给我 至少给我一点点的小小的鼓舞吧 一点点小小的力量啊 那样子 怎么可以这么的 这么的那种的 好像说不值人情啊 不值一点点的迹象也好 一点点的鼓励也好啊 他说你 你以为没迹象啊 每三年 每三年 你不是要退薪了 你以为有人刚好会因缘在这样子 是一一的那时候给你 我就在那边 从你第一天进去就在那边 可是只是串席的还不够嘛 串席的力量还不够 和你是臭油这样子 这样一一的 前世的串席 跟那个十二年的串席的时候呢 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因缘 你碰到的时候 你真的发起了 发心 所以我们说 无浊菩萨的出发心是什么 是我们另外说 他是依着哈巴狗而发起 真的我们说 他是依着哈巴狗而发起 菩提心的 所以 他就那时候 弥勒菩萨就对 无浊菩萨就说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 你去带着 你把我 把我 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去 尘世上 你看看说怎么样 他就说 那无浊菩萨就听着 弥勒菩萨的话 而带到尘世 他就说 你看大家 我这样修成啊 我看到了弥勒菩萨 大家赶快来 瞻仰一下 弥勒菩萨 看他 这么难得的机会 大家来供养啊 或者礼战的时候呢 每个人就说 哇那个 是无浊菩萨在身上太久了 闭关闭出问题了 已经 已经疯掉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脑筋出问题了 大家已经 已经没有了 我有一个什么是 比较虔诚的一个老太婆 她在每天 修持她的时候 我怎么没看 我看到你 你身上有一个 有一个老母狗 一个死狗而已了 但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呢 那因为这样子的因缘 就是我们 现在常常看到说 是无浊菩萨把 那时候就是由 弥勒菩萨把 带着无浊菩萨上去 兜率天 而对他说 七天的法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说 现观庄园论啊 经庄园论啊 宝性论啊 编宗编论啊 编法性论的时候 那时是 弥勒菩萨口述 由无浊菩萨做的笔录 回到人间的做的笔录 我们现在所谓的 此事无论 就是那个时候 无浊菩萨 透由修持 得到这个 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 我们应该说叫 串席力 这个叫所谓的串席力 就是 不管是 前世的修持 加上今生的这种 最后的这个因缘 他能发起菩提心 也在我们的 最好的典范 或者楷模 就是无浊菩萨 透由这样子 我们现在的 大家耳熟能详的 二生六庄严的 无浊菩萨 也都是透由这样子的 因缘生起 更何况是 是我们这样子 力量的力 力量的力量 这是力量 而最后的 我们讲说 行持的力量 是说什么的话 是说 因为 透由 大乘的 大乘的 善之士的恩德 而生起 大家是说什么 这个我们的 所谓的行持 或修持 这边所谓的行持 是说什么 透由我们 也看到 我们身边的 大乘的善之士的 行持 行移 我们跟着他的恩德 他的依依依依依的教授 跟 的 身教 言教 这样子的 而生起的 这种来讲的 这个来讲 我们透由 四种力量的 来讲 这个是依依着什么的话呢 这也是在 弥勒菩萨的 他的 经章言论里面 来讲的话 说有可以分为说 有力 因力 根本力 跟文力 等这样子 透由 这样子的修持上 他用了不同的名词 他讲说 有力 因力 根本力 跟听文力 和有力 就等于说 刚刚他讲的说 是他力 他力 透由他者的有力 而 因的力量 是什么 就等于说 串习的因 串习的作为因 而根本力 我们最真的根本力 是什么 是自己 要自己的因 而 听文力是什么 是我们透由 善之士的恩德 这样子 透由这样子的 等等这样 修持的善法的力量 他会生起说什么呢 生起 不坚固跟坚固的 不坚固跟坚固 不坚固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 以他人的力量来讲 还是不坚固的 要到坚固的 的力量生起 是什么呢 是要透由 自立 自立而生起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生起的 所以 透由这几个角度 而说 生起菩提心 因此呢 我们 要生起菩提心也好 或者大胜发心的 最主要的因素 来讲的话呢 我们今天讲了嘛 他一定要有 身心二种具备 身心二种具备 是什么 就是也要有 对三宝的 应该说 对三宝的信心 对众生的悲心 以及 能忍受 菩萨的 苦行 难行 以及对他 发起精进 和如果是 生起 行菩提心的话呢 前面要有 怨菩提心 而 他的第二者的 最主要的因 来讲的话呢 要符合了四种 四阴 四元 四利 而因缘来讲的话 他这些都有 都有些可以符合 这因缘来讲的话 是什么呢 就 唤起大圣的 种性 也就是说 把大背心 换生起来 就像 我们后面会讲 就是 这个唤起 大圣种性 不是代表说 大圣 大背心 一定要先生起 他前面 生起还有很多条件 有要说 子母啊 念恩啊 报恩啊 乐意词等等等等 这都作为他的 因素嘛 就是要 我们要可以唤起 这种的 大圣的种性 第二者呢 是说什么 是由 善知识所 奢侈的 就是善知识 能得奢侈的力量 第三者呢 是有 悲悯的 大背心 第四者是什么 还是我们刚刚讲的 忍受 为他者的 为他人去付出的 这种的苦心 所以这个 我说我们这个 一般来讲说 怎么会 不能啊 我说这个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 我们还没下课前 我再讲一个公案 好不好 我说再 再讲 讲这边的话 因为讲福提心 就比较会有一些公案 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说 不要说 想说 苦心是 为他人的行持 是很容易 连很多菩萨 他也要退失 菩提心的 我们最大一个公案 是什么 是我们现在不是 又是在二生六庄园里面 又讲到一个 陈那菩萨 陈那菩萨 是不是讲说 讲说量论的 这个菩萨 陈那菩萨呢 那陈那菩萨也是说 他差一点自己 也要退失菩提心了 这样子 他是发起菩提心之后 他才写出了 我们现在的量论 他用我们量论的最前面 就像我们现在 四量论是 法称论师对 陈那菩萨的量论的注解 第一开始 陈那菩萨 陈那论师就是要讲出 第二品的 开始去建立起说 佛陀三宝四地 整这个他就写出了 但是 他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呢 他每次就会在 十臂上面 去刻出那个归金送 我们有说 我们说 在藏文他是说 前面的两句说 说什么 正量师父 原众生之利益 按说是 能散导 散去 救护 我向你礼敬 这是他的最前面的 李敬文 他是在透游 这个一一一一是 如何去建立起 正量师父的音 他每一次 陈那菩萨会觉得说 哇 很有启发的去写出这个呢 他写出第一次的时候 他就说 就 有个人写出完 他就要去脱播了 他脱播完 可是那时候旁边有一个 裸形派的外道 他看到的时候 觉得说 这个是 你说的这个是 我如果比较不敬的 他就说 你这是狗屁话 你这个根本什么都 什么都不是 所以他也得到一些成就了 他就去用手 把那个 石壁上全都磨灭掉 那第一次回来 陈那菩萨会觉得说 奇怪 谁把我在石壁上 磕的这个字 去磨灭掉的时候 他又把它重新写 他又去外面脱播了 第二次回来 还是被磨灭掉了 那第三次来讲说 那我要假装写 他要假装出去外面 那样子 他假装去外面的时候 他就看到有一个裸形派的这种 声众出来 他又要去把它磨灭了 要去磨灭的时候呢 陈那菩萨说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这一段的文字 在石壁上面去磨灭 他说 我觉得你这个都是所谓的 应该说废话 不可承认 不可能有的话 就是说是荒谬的话啦 所以我要把它这个做了 那说如果你觉得是荒谬 那我们来辩论好不好 我们来看理路上来讲的话 那理路上来讲的时候呢 这个外道就最后就是要被 陈那菩萨博导 真的要建立起说 佛陀的功德啊 跟用理路来讲 他就不承认他 因为他有 他也有自己有修成一点成就 他会喷火 他有那种火 有那种灼火能喷火的时候呢 他就喷火把陈那菩萨的衣服 全部都烧光了 所以我们看到二胜六庄严的画像 或堂卡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看到下面 陈那 论师的下面是有一个外道嘴巴 是喷火的 是喷火的 那时候他们 有很好玩 这是第一个 之后他们开始比 比 神通了 比神通的时候呢 第一个他就发现了说是 如果没知他画像好像是说 画像是老鼠 好像说外道画像一个老鼠呢 那陈那菩萨就画像猫头鹰 要把他来吃掉 那是他赶快又把它保持 所以下面我们看到有一个 一个猫头鹰跟老鼠的 和第三个是什么的时候呢 又看到有一个裸形派 跟一个女生在下面 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裸形派是想要去动摇 陈那菩萨的发心 跟比丘的心 他画像一个美丽的女生 和陈那菩萨为了对付 他画像一个 一个不知羞耻的裸形的人 所以一看到那个女生 就羞耻要跑走了 不敢看了 所以他有这个三个公案那样子 可是到最后 那个外道还是不知羞耻 好像是要用那种烹火啊 把陈那菩萨烧死的时候 他我想说 这么顽劣的众生 我怎么 不要说是为了一切众生了 为了这么一个顽劣众生 我都没办法 为他而去做的话呢 那我要把那个石板上面所写的字 我要把它 抛到天空上 等它掉下来之后 我就要退失菩提心了 我就要放弃了 我没办法再 为他人忍受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石壁去 抛在天空 抛在天空之后 他就等着等着掉下来 等着没掉下来 看到什么 他说是文书斯利菩萨 自现的时候把他借住 他说 你做的这个东西是 是当我的实责 是当我的 我在世间上做的这些 你不要这样退心 我很常是在你身边 或者很常在帮助你 所以你不要退心 一般来讲我们说 这个石板之后 就是由文书斯利菩萨 他们送到西藏的 反而是在 忍对寺以前 他有一个叫 我们常常会说 有东西辩论 叫蒋 蒋的这个地方 有个东西辩论 专门在辩英明 所以像大家进来 我们佛堂 我们常常会礼佛 一样 在那时候在蒋这个地方 礼拜的时候 他会说 有一个传说 他那个礼拜的时候 这个石板 是会移动的 他自己会有 有因缘移动 如果可以 礼拜的时候 刚好 礼拜到这个时候 他会特别的开智慧 因为是由文书斯利菩萨 跟陈那菩萨的加持了 在因缘是在这样讲 所以不要说 是说 忍这种 为说他人的行持 我说陈那菩萨都有 快要这个因缘来讲的话 为他人去 行持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 他真的是要发 很大很大的 心力 很大很大的愿望 是说我要去为他人 利益他人 去做这种的 去来讲 或者说 我们会讲说 怎么会有菩萨已经发起菩提心 还会退失啊 怎么还会有退失菩提心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对 这种所谓的菩萨心的 这种的能忍 跟精进度还不够了 就是因为 一定会碰到 不要说他们 连我们再想到说 回来弘法 或者讲 他会碰到很多困难 有很多是说 能不能啊 能不能做到啊 或者能不能这样子 很多很多 我们做的就这么小的话 跟佛教菩萨就想到说 为了一切的友情来讲的 所以这个是 他逝者的因 他这逝者就是所 跟以上的 心里要准备的因素是一样 可是他把它讲得 比较 广 比较详细 而这边誓言的话 我们再快速的跟大家讲 就是说 第一个是说 看到菩萨们的大威神力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说 多听闻菩萨的经论 或者经典的这种的 作为力量 第三者是说什么呢 是说 不忍大圣 圣教衰的力量 第四者是说什么呢 是在这个恶势 武卓恶势当中 发起 发心 甚为稀有的 而作为力量 这四者是作为所谓的士源 而 所谓的士力呢 是所谓的 自力 他力 修持力 行持力 而这个所谓 自 他 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关带看到他人的痛苦吗 第二个是 不需要关带直接看到他人的痛苦 作为 自 他 而所谓的 修持是什么 是因为 前生 或者前世 主要大量的串席的力量 在今生 在透由因缘而生起的 而所谓的 行持 就是说什么 是因为透由 大圣的 善知识的 恩德 他的身教 的这些的行持 而去受到的 作为一个力量 而使我们发心 所以这是我们 这个是作为我们的 因缘跟推动力 你看他刚刚讲 这个 赤者的力量 是说什么 等于是 推动的力量 有很多不同的 推动力量 有所谓的是 自己的 他人的 透由 串席的 有一个大圣善知识的 生教 等等作为我们 推使我们的 这种的 力量而发起的 好 那我们 好 好 我们说 我先做一个总结 然后我们再问问题 好 我们这边来主要 是怎么讲到 我们是说 这边是从 一切总治的 实义里面的 第一义 第一义的话 因为为什么是第一义呢 现在等于是 现光专业论的 所化机是要修 大圣的法吗 大圣法的 门槛是 大圣发心 和大圣发心 要是怎么样发起啊 要如何发起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 这样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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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的讲 和今天主要是讲说 大圣发心所要具备的 身 心 以及它的 重元 总共的音 和总体来讲的它的音 和总体来讲 我们又可以分为它的 是音 是元 是力 好 等一下 麥克风 你要不要先拿个麥克风 好 看这边如果有问题 大家可以随时问 我有一个问题 想请格希腊解惑 今天有提到大圣种姓 那什么是大圣种姓 什么是最初进入大圣种姓 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对 好 那我们所谓的大圣种姓 最初进入大圣种姓的话 它是不太一样的 这是不太一样的 所谓的大圣种姓来讲的话呢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说 大悲心 如果这个人 有没有 发起大圣的种姓来讲的话呢 他有没有唤起 大圣的种姓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说 他有没有唤起 有没有生起大悲心 而 我们说 这个因为大家有 有一点会 有一点搞混 或者有一点 因为很多 非常非常相同的名词 是说他有没有 佛姓嘛 有没有生起 这个我们这边不是在讲说 有没有佛姓 或者有没有 他有没有能生起大圣道路的 这个不是 如果是说 所谓的佛姓啊 或他之后 他能不能进入大圣道的 这个作为种姓的话 我们是所有的人 我们都有 我们都有那个 那个 可以进入 我们都有成佛 我们都会成佛的 我们也都会发起菩提心的 这样的种姓 在这边所谓的 唤起 大圣的种姓 或者这边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是 有没有使他心当中 生起菩提心 有没有菩提心 而 最初 确认为 大圣种姓者 是说什么的意思 是说 因为有两种 这边有说 确认为 大圣种姓的 跟有一个是说 最初 确认为 大圣种姓的 最初大圣 确认为 大圣种姓的意思是说 什么就是说 他从 一开始 如果进入 大圣道路来讲的话呢 他就是 不进入别者的道路 从一开始 就是只会去 进入 修学大圣的 看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 现光专言论的 索化姬来讲的话呢 一定是 一定是 最初 就进入 大圣的道路 确认 确认为 进入 大圣的 种姓的 因为为什么 他不会 好像先说 我先 进入 小秤的 或先进入 独绝的 这样修学 再从进入的 大圣道路 他不是 他是说 我从 已经说 他是 决定 确定了说 他 既已进入 发起 大悲心的时候呢 他是 直接的 这样进入 大圣道 这叫 确认为 最初 确认为 大圣的 种姓者 而 确认为 大圣种姓者 是说什么的话呢 就不一定 是代表 是最初了 他可能是说 他已经先 修学了 声文 有得到 声文的 某些功德啊 或者也进入 声文道啊 而再说 他已经 要准备从 像 从 从 我们是不是讲说 大家如果对 广论有一点点的 如果没有学习过 没关系 我们之后会解释 可是如果有 熟悉一些名词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 在七因果之前 有所谓的舍 舍要升起吗 对 我们所谓舍嘛 对 这个所谓的舍要升起 因为这边来讲的话 舍有分两种 有分所谓的舍受 跟所谓的平等舍二者 这边的在讲是 所谓的平等舍 因为所谓的舍不一定是 一定是所谓的平等舍 它也有所谓的舍受 我们受里面可以分为说 苦乐舍 就是 这边舍不是好像舍弃的舍 而是说它不是不乐不苦的中间的 这叫舍 而这边来讲的话 不是 这边的舍是什么 是平等舍 也不只是平等舍 它这个舍是说是平等舍的 事无量心里面的平等舍 不仅仅是平等舍 是事无量的平等舍 事无量心里面的 应该说舍无量的 舍无量的 到这个为止呢 都是说 跟舍弯是共同的 跟小胜是共同的 到织母这个阶段的话呢 就已经是 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 大悲心是在 舍弯独绝生不起的缘故 就是它主要它从 从织母这个地方 它没办法生起 因为 这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说 如果它织母生起 它知道说 一切如母的话 它就不会忍受说 我不管 好像就是说 我们一般不会说 我家人不管 我自己要好处的 就好了 它只要 一般来讲 资母的人 它不可能说 我就让我的家人 或者像亲为母亲的 这种人 去留在这边 因为它就差这个关键 它才会说 我要为了自己去 得到解脱 或者希求解脱来讲 但是从 这边来讲说 它从已经 确认 已经进入到 知母之后呢 确认要生起 它有可能还没有发起 可是它已经说 它确认它已经要 可以发起 知母的 这个心要发起的时候 我们就说什么 它已经叫说 确认进入 或确认发起 大胜的 大胜的 种性了 那样子 它不一定要有 发起 种性 因为我们会说 有些 是还没有 生起 大胜心 可是已经 确认 要发起 大胜心的人 我们可以说 它已经说 确定为 大胜的 种性 它是 确定为 大胜 种性 可是还没有 真正发起 大胜的 种性 焕发起 大胜的 种性 的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 它的 大悲心 是否是在 这个 众生 或者这个人的 心绪当中生起 可是 大胜的 种性 被焕起 它还没有 进入 大胜之门 这个还是有一个 阶段 从 大胜 种性 到进入 大胜之门 还有 还有说 从悲心 到 菩提心 这个阶段 不知道大家 还有没有 还有什么 这个是我们 后面会提到的 比较多的一些 名词 就是说 今天 略略提到 可是以后会提到 就是 唤醒 或者唤发 唤醒 大胜的 种性 跟刚刚讲的说 最初就是 确定为 大胜 种性 或者说 是确定为 大胜 的 种性 等等这些 有它的 一一的 不同的名词 看我们 这个主要是在 什么 是我们后面 在 第四品 第四品的 这个地方 在讲一切项 圆满的时候 他会讲到说 现观专严论的 所画机是怎么样 怎么样才可以 作为一个是说 现观专严论的 所画机的时候呢 我们会提到说 就是说 什么 最初为大胜的 种性啊 或者 确定为 大胜的种性 而 幻发起大胜种 就我们今天就 略略地提到 它的简单的意思来讲 就是说 这个人的心中 他的大悲心 有没有被唤起 不是悲心 而是说是 大悲心 有没有被唤起 好 那今天 拖了一点时间 很抱歉 那样子 对不起 就是想说 把它介绍 到一个段落 很抱歉说 大家把这些课 拉长了一点 好 那我们 把这个就是说 今天如果是听到 大胜的教授 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请说 像同样 他说 前面不是讲的说 四音四源四立 当中 其中的一个语言 就是说 多听闻大胜的 菩萨的教授 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请说 希望说 我们大家也同样的 说 如果是新听到的 每人在心里面 建立起这个因素 如果是已经听过的 透游将不断地串息 我们可以把这个因缘具备 把这个所有的因素 听到的 可以快速地承办 说是大胜发心 可以 如果有在 我们心中 未生起 变成说 这个因缘种下来 如果有生起过的 当位菩萨的话 他可以不断不断地增长 我们把今天 听到这个大胜 教授的这个功德 要回向 不管是我们 自己发起菩提心 主要把说 这是一切如母有情的 但同样 也像今天讲的 他说 在这个我们 不忍圣教衰 在这种武卓二世的时候 看到这位稀有的时候 那可以在台北 或在两岸三地的 所有华人 听到这个教授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老师 以前有听过 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 真的大家想要 霞满的时候 是非常难的 你看想说 世界上有七十亿人口 七十亿人口 可以听到 正法 正法可以听到 大胜的教授 听到大胜的教授 还想自己在内心生气 还能真的生气 一一一一一 更为稀有 更为稀有的时候呢 那我们今天 在这个地方 可以在七十亿人口 在佛教 在大胜的教法 有传承上师的教授 还存在事件 我们听到的时候呢 那我们希望说 可以以这个 因缘 这个教授 在以我 等一切的 如母有情的心中 可以把这个 菩提心 快速升为的音乐 让我们作为回乡 好 那就是 愿消三藏 诸烦恼 愿得智慧 真明了 普愿 罪障 稀消除 世事 常行 菩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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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道